第771章 张晋德的想法 吴奇政听了陈世亮的话之后,就坐在那里思考着 思考了一会儿,突然一拍桌子,说道 难道王俭一句话就否决我们所有人的意见? 他要是这样,岂不是搞一言堂,独断专行吗? 吴奇政的一惊一乍,搞得陈世亮和刘子顺两人吓了一大跳 他们感到,什么时候吴奇政变得如此有魄力了? 这样一想,就问道 吴县长,那您说怎么办吧? 吴奇政定了定神,看了他们两人一眼 又突然慢慢地说道 王俭虽然这样说了,但他走了以后,我就是主持县委工作的人 你们说,我这个主持人有没有权利召集常委会研究问题呢? 陈世亮马上说道 这个权利当然有了,要不然还煮什么池啊,难道就是一个门面吗? 刘子顺也说 吴县长,权利不用,过期作废 你当然有权利召集常委们开会了 但关键是,开会干什么? 没想到最后,刘子顺又来了这么一句 吴奇政有些生气了 说道 如果是这样,我召集常委们开会 难道只是喝喝茶,抽抽烟,聊会儿天,扯扯淡? 那干脆开成茶话会得了 刘子顺不语 陈世亮说 刘部长一向很谨慎 如果我们这样讨论来讨论去 什么事也干不成 我们必须想法子才行啊 吴奇政看向他 有什么法子? 陈世亮想了想 说道 我建议啊 找人写匿名信给我们 说孟庆远和张养浩两人 对他们没有做好工作 影响了他们在这里投资兴业的决心 这样 我们就可以以此为由头 来提出 调整孟庆远和张养浩的问题 然后 我们就可以以士气仓促 没来得及汇报为由 向王俭做出最后的解释 到时候 木已成舟 而我们 又有解释的理由 即使出了问题 也不能怪我们 你们说 这样好不好 陈世亮灵机一动 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让吴奇政和刘子顺两人 也是眼睛一亮 说道 这个主意不错 关键是怎么做呢 陈世亮也为自己的主意 有些得意 说道 这个好办 我们 我们专门找人写就是了 无非 就是把意见夸大一些 他们两人 不可能把工作做得十全十美 总是有缺点可说的 吴奇政和刘子顺听了 又是连连点头同意 所谓捧一个人 可以找出一万个优点 同样 要想毁灭一个人 也可以找出一万个缺点 就看从哪个角度来说了 那就这么办 你专门来布置这事 吴奇政最后决定道 陈世亮和刘子顺两人就回去了 他们刚走 施摆明就专门把常委会的会议记录 拿给他看 吴奇政接过之后 就看了一眼 说道 知道了 以后请是什么的 就由你来负责 出了问题 也由你来负责 施摆明一听 他让自己向王检汇报工作 便忙说道 我只不过是一个县委办的主任 我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 吴县长 你要是想汇报就汇报 不想汇报 也用不着让我来汇报 反正啊 我是把这事正式通知你了 你看着办吧 施摆明也不是傻子 吴奇政要是让他专门汇报 到时候便把自己当靶子了 明明没把一些事情向王检汇报 他非说汇报了 到时候自己就说不清 就成了一个替罪羊了 吴奇政 他倒是聪明 看到施摆明不上套 吴奇政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不是跟王书记能说上话吗 让你向他汇报 怎么还不愿意 施摆明立刻反驳道 吴县长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是主持县委工作 有什么事 自然由你来代表县委 向王书记汇报 我汇报算什么呀 即使你不汇报 还有陈诗亮他们呢 你让他们汇报好了 被施摆明驳得哑口无言 吴奇政不耐烦的挥了挥手 说道 你出去吧 这事啊 不用你管了 施摆明伸手 把会议记录 拿走之后就走了 这个吴奇政 前驴技穷 看他老是想耍他 也没有那么容易 张晋德在王检不告而别 离开京城以后 自然是气得要命 想来想去 就给白水清打了一个电话 说道 白局长 你现在有机会了 王检 私自离开党校 回河西 严重违反党校纪律 我准备啊 向郑校长请示一下 将他的之为免去 你看怎么样 白水清 白水清此时 已经知道了王检的身份 现在呀 他没有心情 掺和这些事了 但是 如果张晋德 真能把王检的职务 给免了 他倒落个好处 也未尝不可 所以就说道 张教部长 你能让郑校长 把他的职位给免了 张晋德说道 怎么不能啊 我只要向郑校长一告状 准能免了他 不过 你要当上这个职位 也需要做一些工作 白水清就问道 做什么工作 张晋德就说 你想法 把王检的县委书记给免了 他在我面前 说我没有本事 免去他的职务 简直就是 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看 能不能 给河西省的领导 打个招呼 让他们 把王检的书记给免了 一听到张晋德这样说话 白水清心想 赶紧打住吧 我就是不当这个职位 也不能向河西省 高层打招呼啊 王检不把他放在眼里 那是很正常的 你想免人家的职务 人家 还想免你的职务呢 这个 张教部长 我跟河西省的高层 不熟啊 打招呼 根本没用 我看呢 您直接 跟他们打招呼就行 你在中央党校 认识河西省的领导 肯定不少 你直接 跟他们说一声就行了 白水清 连忙推托道 张晋德便问道 白菊 你不是 河西级的人吗 你只要 与他们打个招呼 比我打招呼 强多了 难道 你不想担任这个职位 白水清 连忙说道 哎呀 什么知伪不知伪的 无所谓 我现在是看透了 没有什么意思 再说 我工作那么忙 也没有时间 来做那些事 所以呀 让我干 我就干 不让我干 我也没有怨言了 你要是看 王俭不顺眼 你就想法 把他搞下来呗 张晋德 一下子 感到有些怪 感觉白水清 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便说道 哎 我说白菊 我这 可是为你好啊 你怎么 一点不上心呢 要是这样 我不帮你了 白水清 连忙说道 张教部长 那先这样了 我这边 还有事 先挂了啊 白水清那边 就挂断了电话 让张晋德 一头雾水 感觉这小子 是不是 没有本事 搞定这些事情 所以 不敢接招 而他自己 要找谁 才能免掉 王简的县委书记呢 张晋德 就有些郁闷的 坐在那里 想了半天 他想到 四盟 不是还有一个 组织部长吗 组织部长 虽然不能免去 县委书记 但至少 有建议之权 这样的话 也能让王简 感受到一些压力 所以 就打电话 让季永明 去他 去他那里 自己 要和他 谈话 季永明 不知道张晋德 找他干嘛 所以 来到之后 也是很不知 所以的 坐在那里 看了看 张晋德 张晋德呢 也看了看他 过了半天 才说到 你是 河西省四盟市的 组织部长吧 季永明 就有些茫然的说 是啊 张教务长 你问这个 有什么事吗 张晋德笑了一下 说道 这么说来 你是那个 王简的领导了 季永明 一听到王简 便愣了一下 说道 从理论上来说 是这样的 张晋德 听到 他这么说 也是很奇怪 就说道 从理论上说 这是什么意思呀 难道 你们的关系 还有不从理论上 说的事情 季永明 就说道 张教部长 这么说吧 我这个组织部长 顶多管到县委副书记一级 到县长 就管不住了 更别说 是县委书记了 我虽然 是市领导 名义上 是他们的领导 但是 他们要是不听我的 我有什么办法 王简在这里学习 你看 他对我 正眼瞧过吗 没想到 是这种情况 张晋德 就问道 你是组织部长 难道 你没有向市委建议 撤换他们的 职务之权吗 季永明便说 建议 当然是有的 但是建议 不等于决定 您说是不是 说完之后 季永明 又加了一句 张教部长 您问我这个问题 干什么呀 研究权力 实际运用的机制 张晋德忙说 我研究那个干啥呀 我是想知道 你有没有权利 建议 将王简的县委书记 免掉 如果你有这个权利 我就帮你的忙 让你当上支部书记 搞了半天 原来是为了这个事 季永明 简直就是笑乐了 说道 张教部长 您怎么提起这个问题 如果我要是 能将王简的县委书记 免掉 我就不坐在这里 学习了 再说 别说是我 就是我们市的市委书记 也免不掉他 您老啊 再跟我开玩笑吧 张晋德一下子糊涂了 说道 你们市的市委书记 也免不掉他 难道 他有什么 三头六臂不成 季永明 叹了一口气 说道 哎 张教部长 看来 你对王简的情况 不太了解 虽然 也不太清楚 他真实的背景 但我至少知道 他不是一般人 能动得了的人 你可以 好好打听一番 搞清楚事情之后 再说 如果你有什么 好的办法 把他的县委书记 免掉 不妨啊 也提前告诉我一声 我也学习一下 看来 我们有 共同的 思想基础了 第七百七十二章 客商投诉 听了季永明的话之后 张晋德 就有些傻眼了 看着季永明说道 你是说 你也想免掉 他的职务 然后免不掉 是因为 王简有着 强大的背景 季永明 点点头 说道 这个 我没有骗你 你不信 可以去打听一下 如果你有办法 我很愿意配合 你看这样 行了吧 张晋德 默然了 他没有想到 会碰到一个硬骨头 本想着 还要向郑来中 打报告 可是 如果王简 真有着 非常强大的背景的话 郑来中 岂能听他的 而且 郑来中任命 王简为支部书记 是不是 也因为 有着强大的背景 这样一来 张晋德 赶到头就大了 这在官场上混 关键 是要有政治敏锐性 哪些人 不能得罪 哪些人 必须 去结交 整天研究 这些东西 但一到这种 关键的时候 怎么 就光犯迷糊 怪不得自己 一直想 跳出党校的圈子 就是跳不出去 嘿 关键呢 还是自己水平不够啊 整天 纸上 谈兵 根本没有什么用 这个 我也没有说 要对王简 要对王简怎么样 今天的话 你不要和任何人说 否则啊 后果 是什么 你是知道的 听明白没有 张晋德反过来 开始威胁 纪永明 不要把今天的话 讲出去 纪永明 也是感到好笑 这个张晋德 简直就是 进退失据 怪不得白水清 不愿意帮他 调到国务院去 如果真调过去 就他这种认识水平 怎么能混得下去呢 还不让白水清 丢死面子 张教部长 您就放心吧 我怎么会 说这些事情呢 我们现在 是处于 同一条阵线上吗 纪永明 站了起来 向张晋德告辞 张晋德忙说道 我们 不是同一条阵线 你出去吧 纪永明 就走了出去 张晋德 躺在椅子上 抬头 看着天花板 想着问题 他想了一会儿 突然觉得 白水清的态度 也变化得太快 是不是 他也知道 王俭身后的背景 如果是这样 他为什么 不告诉自己 搞了半天 他是在玩自己 这让他 太难堪了 毕竟 他对白水清 可是非常尽心照顾的 目的 就是为了让他 帮助自己 调到国务院去 现在看来 根本没有 把他当回事 想到这里之后 张晋德 想象郑来中 告状的心 就没有了 他现在 就是想知道 王俭 到底有着什么背景 等知道背景以后 再决定怎么做 王俭 从四门 回到京城以后 也没有 再去找张晋德 说他回来了 反正 他感觉呀 这个人 在针对自己 既然这样 就不理他了 他爱怎么办 就怎么办了 他现在需要做的 是如何 去了解 西河会 这个组织 然后将情况 向叶明君 汇报 想到 乔民 对这个情况 还了解一些 王俭 就专门找到乔民 说到这件事 乔民听了 王俭的话之后 就说道 王俭 你又问到这些 干什么呀 难道 你想参加 王俭笑了笑 说道 既然是一个 河西级的官员聚会 我们参加一下 何妨啊 乔民就很奇怪的 看着王俭说 那当初 你怎么一点兴趣 也没有 现在 却突然有兴趣了 王俭说 当时 没有想太多 但现在 我考虑了一下 参加一下 也没有什么坏处 你说是不是 反正 我们 也不会做什么坏事 乔民听了 王俭的话 就有些 胡疑的样子 半天才说道 如果你想参加 我也不拦你 我帮你联系一下人 看能不能让你加入 王俭笑道 那谢了 乔哥 联系好了之后 告诉我 我想看看 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组织 明白王俭 这样一个意思之后 乔民就答应了他 王俭正 正在京城 想着如何了解西河会的情况 而吴奇政 在西厅那边 开始动手了 陈世亮和刘子顺两人 按照计划 开始针对孟庆元 和张养浩 下手了 他们安排人员 接连写了几封 针对两人的信件 就交到了 吴奇政 和陈世亮 等有关人员的手上 这些内容 虽然不是什么举报信 但却是指出 孟庆元 和张养浩两人 在经济开发区 和家电工业园区 工作不利的内容 接到这样的信件之后 吴奇政 就和陈世亮他们 又碰了一下头 准备在县委常委会上 借此发难 然后将这两个人的职务 先勉下来 造成继承事实 王俭也没有办法 几个人商议之后 吴奇政就召集常委们开会 由于开会的内容 事先没有说明 是人事调整和重大事项 所以就没有必要通知王俭 师摆明也没有想到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和往常一样 来到县委常委的会议室 坐下来品了一口茶 等待开会 吴奇政最后从外面走了进来 走进来之后 就坐在了主席的位置 说是研究县城 沿街绿化的事情 本来江白路前一阵子 已经绿化了一些道路 现在吴奇政要扩大规模 便召开这次常委会 对于县城的绿化 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 所以大家就没有说什么话 师摆明呢 当然也是赞成的 说完这些事之后 又说了一些近期的工作安排 这也都是常规性的工作 大家的争议也不多 所以也很快就完成了 等到会议快结束的时候 师摆明本来以为会议就结束了 准备起身离去 这时刘子顺就从包里 拿了一份材料 说道 大家别忙着走 我这里啊 有一个材料 需要大家看一看 说完 他把包里的材料 按人头 分给了在座的常委 师摆明拿到手一看 居然是有关 孟庆远和张养浩的材料 上面写着一些 前来投资的客商 说他们服务不周到 不热心 含了许多客商的心 他们要求县里采取措施 搞好对他们的服务工作 看到这些内容 师摆明就感到有些奇怪 因为他一直没有听说 客商们对这两个人有怨言 而且王俭前几天回来后 去视察 也没有听到他们反应 这才没过几天 他们居然有意见了 而且 有意见 却不是直接提出来 而是通过这种 匿名信的方式 直接寄给了刘子顺 也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了吧 大家拿到信件之后 刘子顺就开始说道 这封信 我们在家的几个领导 都收到了 我专门把它复印了几份 给大家看一看 前几天 王书记刚说完 经济开发区 和家电工业园区的工作 非常重要 不能马虎 现在就有人提意见 向我们诉苦 我们要高度重视这件事 吴县长让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请大家议论议论 听到他这样说 大家才知道 这事并不是刘子顺突然想出来的 而是吴奇正的安排 而此时 吴奇正正坐在那里 看着信件 听刘子顺的话之后 才说道 本来 我对这件事想压一压的 可是 我听陈书记说 王书记上次回来 要求很严厉 要求大家都要认真抓好 这两个元期的建设 对孟庆远和张养浩 二位同志 也是期望很高 但没有想到 却出现客商投诉他们的情况 你们看怎么办 是要求孟庆远和张养浩两人 认真把工作做好呢 还是采取其他措施 确保以后 不再出现这种情况 吴奇正的话一说完 陈世亮就接着说道 我看这件事啊 不是偶然发生的 肯定是孟庆远和张养浩两个人 长期以来没有做好工作 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是这样 他们就辜负了县委的重托 和王书记 吴县长对他们的期望 我看 如果不采取一些组织措施 恐怕 他们不会当回事 吴奇正和刘子顺 陈世亮三人一唱一和 诗百明突然之间明白了 他们搞出这个材料 是要对孟庆远和张养浩两人下手啊 王检上次要求涉及人事调整的问题 要先报告给他 可他们却是置之不顾 不理不睬了 我怎么没有收到这种信件 我质疑这封信的真实性 诗百明在陈世亮说完之后 及时说道 听到诗百明跳了出来说话 陈世亮马上说道 你质疑他的真实性 你有什么依据 诗百明想了想 说道 大家要知道这封信的真实性 那么我就证明给大家看 大家能否等我两分钟 吴七郑以为他要出去报告给王检 便说道 师主任 我们今天并没有研究到什么重要问题 你无需报告给王书记吧 诗百明看到吴七郑以为他要报告给王检 便说道 吴县长 你误会了 我没有这种意思 不过既然你这样说 我不出去就是 我让工作人员给我拿来 说完 他就当众拨打电话 让他办公室的人员到他办公室里 把一份材料拿来 其他常委不知道他还有什么材料 所以就看着他打电话 然后坐着开始等待 过了两三分钟 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就从外面跑了进来 把一份材料交到了诗百明的手上 拿着这份材料 诗百明就对大家说道 刚才不是有人说对这两个人不满吗 那么我就把何氏家电生产有限公司 总裁何飞飞女士 写给王书记的一封信 念给大家听一下 看看孟庆远 到底有没有把他们服务好 如果大家不信 我可以把何飞飞女士叫过来 当面向大家解释清楚 说完 诗百明就开始念了起来 大家呆呆地坐在那里 不知道诗百明手里 怎么会有这种信件 完全和投诉信的内容相悖了 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第773章 无奇症的表现 我念完了 请大家也研究一下吧 诗百明念完之后说道 听了诗百明所讲的内容 无奇症和陈世亮等人 也是傻了眼 一边是投诉 一边是表扬 这事真的不好办了 只是他们做这件事 是非常隐秘的 隐秘的 诗百明怎么又能知道这件事 从而事先准备好这样的材料呢 他们心里就一时感到很纳闷 而诗百明则是感到 王俭做事 真是有先见之明啊 在上次到家电工业园区的时候 他专门让何飞飞写了这样一封信 然后交给了自己 他本来以为没有什么用的 却没有想到 今天还真派上用场了 何飞飞写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呢 陈世亮开始质疑何飞飞写信的目的了 诗百明想了一下 说道 这个我不大清楚 但我想肯定是发自内心的 否则干嘛向王书记写这种东西 这说明 孟庆元对他们的帮助很大 不写信 不足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了 诗百明回答的也是合情合理 陈世亮听了 无话可说 刘子顺在旁边又说道 我觉得何飞飞写这个信 没有什么 他是大老板 孟庆元对他肯定毕恭毕敬 可是家电工业员 还有一些小的企业呢 他们是不是得到了很好的服务 没有反应出来吗 要说这刘子顺也是很刁钻 居然提到了这个问题 诗百明听了之后说道 家电工业园区 主要还是何飞飞的企业 孟庆元当然要主要服务于他 他不可能让任何人都满意 现在何飞飞的态度是非常明显 那就是他对孟庆元的工作非常满意 难道我们还要因此而批评他吗 陈世亮说道 有则改 无则加勉嘛 难道他还是老虎的屁股 摸不得 陈世亮这就有些强词多理了 诗百明听了之后 也不再说话 看他们怎么办 面对这种情况 吴奇正抬起头 看了看大家 说道 孟庆元既然有何飞飞的信任 我们当然要褒奖于他 但是对存在的问题 也不能包庇他 公是公 过是过 我们要分清 因此 对孟庆元 我们要由柳部长 找他谈话 对他成绩的部分 给予肯定 对不足的地方 要进行批评 而对张养浩 在经济开发区的工作 现在有人投诉他 我看 要进行深入调查 如果他不能胜任 我们要进行 组织上的处理 大家有没有意见 听了吴奇正的话 刘子顺说道 我看 不如暂时停止检查 经济开发区的工作 那么重要 我们不能纵容他的 这种行为啊 听到吴奇正和刘子顺 在那一唱一和 要对张养浩下手 施百明急忙说道 王书记 临走之前 说过 凡涉及重大事项 必须向他请示 才能进行研究 对张养浩 进行所谓的调查 当然属于重大事项 我希望 等请示 王书记之后 再议此事 陈世亮 看向他 说道 如果王书记 不同意的话 难道我们 就不能进行研究了吗 万勇接着说 王书记 还是县委书记 他不同意 我们要尊重他的意见 难道 大家想脱离 王书记的领导吗 我们的领导 是集体领导 不是某一个人的领导 我认为 王书记 即使不同意 我们照样可以 进行研究 刘子顺 反驳道 看到陈世亮 和刘子顺 如此强行夺理 诗百明 站起来说道 王书记 临走前 一再强调 经济开发区 和家电工业园区 是我们县 经济发展的两翼 必须保证 其工作的稳定和发展 现在 王书记刚刚离开 我们就在这里 动摇这两个园区的 发展工作 如果孟庆元 和张养浩知道后 肯定会对他们的 工作积极性 造成重大打击 既然陈书记 和刘部长 执意如此 我离席 以示抗议 并且 将有关情况 向市委报告 如果大家认为 这样做合适的话 那么 大家就继续吧 说完 诗百明 直接转身就走了 看到诗百明走了 万勇 也站了起来 说道 对不起 我也离席 两人就一先一后的走了 搞得 吴奇正他们 有些目瞪口呆的 坐在那里 真没有想到 诗百明 也会这么反应 等到他们两人 都走了之后 会议室里 就静默了 虽然说 他们两个人的离去 对他 吴奇正 通过有关决定 是有利的 但是两人的离席 抗议 却是一种 绝地反击的手段 如果他们 强行通过有关决议 让市委 和其他人知道了 肯定会认为 西亭县的班子 存在严重问题 而吴奇正 这个主持县委工作的人 并不能团结 其他常委 共同把工作做好 那么 对吴奇正 下一步的声望 会形成 重大不利影响 因此 当陈世亮说道 他们走了就走吧 我们继续 研究这件事 吴奇正 就站起来说道 按照我的要求 由柳部长 找他们两个谈话 其他的事情 等过后再说 吴奇正 只是让刘子顺 找孟庆远 和张养浩两人 进行谈话 但并没有 什么其他的 所谓的组织措施 看到吴奇正 这样说 陈世亮和刘子顺 两人 就不再说什么了 大家 就散会了 十百名 离开会议室之后 就打电话给王检 汇报这件事 王检听到之后 心里沉了一下 但很快就说道 师主任 你这件事 做得很好 他们所谓投诉的事 我估计 是他们设计出来的 他们想调整 孟庆远和张养浩 理由并不充分 我现在打电话 给吴奇正 让他立刻停止 研究这件事 听了王检的话 施百明 立刻信心十足了 本来还想向市委 汇报的 但有王检出面 大可不必 再搞这件事了 王检和施百明 通完电话 接着 就打电话给吴奇正 吴奇正 这个时候 也是刚刚回到 自己的办公室 一看 是王检打来的电话 心里就是一紧 虽然 他在陈世亮 和刘子顺面前 表现得非常硬气 但是在王检面前 立马就没了信心 因此 便小心地接了电话 然后说道 王书记 您有什么指示吗 听了吴奇正的话之后 王检停了一下 说道 经济开发区 和家电工业园区的工作 你准备怎么开展 市里 马上要对 各个县区的经济工作 进行考核 如果我们 没有抓好 这两个园区的建设工作 那我们的经济 统计排名 就有可能落后了 我现在不在县里 你要抓好这件事 听到王检的话 吴奇正忙说道 王书记 这个我知道 上次你回来 我没在 但是施主任 把这方面的情况 向我汇报了 我想和您的意见 是保持一致的 毕竟 只有经济发展了 我们在市委面前 才能有底气吗 王检听完他说这个话 话锋一转 又说道 既然我们的意见 是一致的 那么 首先 我们就要保障 经济开发区 和家电工业园区 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如果我们 整天想着 怎么挑他们的次 不能发挥 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我们如何 能做到这些 我听施主任说 有人投诉 孟庆元 和张养浩两人 他们到底 出了什么问题 问题严重不严重 你了解了没有 吴奇正 听到王检 提到这个问题 便忙说道 哦 是有人投诉他们 但问题严重不严重 现在还不知道 王检立刻说道 问题还没有调查清楚 就上常委会 研究这个事情 吴县长 你觉得这样合适吗 我离开前 要求研究这种重大问题 要事先通报于我 施主任 没有向你转告吗 听到王检 直接说起了这个问题 吴奇正的心 就有些虚了 有些痴痴的说道 这个 施主任 说是说了 但我觉得 这也不是什么 重大的问题 就没有麻烦 王书记 所以 就没有通报 王检说 重大不重大 这不是可以 随口说的事情 今后 凡是召开常委会 研究问题 必须事前 向我请示 经我同意后 才能召开 这样有没有问题 虽然感觉 王检 这样做 太霸道 但吴奇正 却是没有反对的 说道 既然王书记 要求了 我们这样做 就是了 听到 吴奇正 这样说 王检 王检感到 吴奇正 还不是太离谱 野心 虽大 但胆量 却是很小 既然是这样 倒是可以 放心一些了 吴县长 我现在 虽然不在 但你 就是我的代言人 你是主持 县委工作的 什么事情 你不请示我 怎么能行呢 我在西厅 还能干 多长时间呀 你不要 上了别人的当 让一些人 给蒙蔽了 我希望 我们之间 继续能有 很好的合作 不要因此 而引起什么误会 王检 又说了一些 拉拢吴奇正的话 吴奇正 听了之后 连忙说道 王书记 说的是 我们 是要好好配合 而且呀 我本人 也希望 王书记 学习回来之后 继续担任 我们的书记 当然了 我也希望 王书记 步步高升 吴奇正 也算是一个 实时务的人了 虽然一直 和王检 不怎么和睦 但是呢 却从来 不敢跟王检 发生正面冲突 要是陈世亮 和刘子顺知道 他在王检面前 是这样表现的 他们肯定 也不会跟着他 与王检 对抗了 吴县长 这些事 你就不要说了 关键是 把县里的工作 做好 我不希望 因为工作上的事 会耽误你 今后的仕途 你说是不是 王检 王检 又这样说着 听到王检 这样说 吴奇正 顿时心里一动 说道 王书记 我听从 您的吩咐 就是了 扶摇直上 今天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想收听更多章节 更快更新的听友们 可以关注大纲有声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 国际庄的卢司令 文字呢 在本集的标题 已经著名 进入公众号后 发送扶摇直上 四个字 即可获得主播QQ群 等全集快速收听方式 期待与您成为朋友 我的微信 小写字母 李志刚全拼1969 小写字母 李志刚全拼1969 更多我的声音 等你来听 第774章 愁愁满志 吴奇正在王俭的命令之下 居然乖乖的听了话 放下电话后 连他本人也有些不可思议 看来 只要王俭待在西庭一天 即使所有的常委都跟着他 恐怕在王俭的威力之下 也会溃不成军 谁叫王俭 人家在西庭 做了这么多的事 积累了这么大的威望 这岂是 这岂是一两个人事调整 所能动摇的 再说 王俭胸中 掏掠无数 他无奇症 根本没法和人家比 无奇症 接完王俭的电话之后 心里也在想着这事 听王俭的口气 只要他老老实实 他回来后 说不定 就会把县委书记 让给他 如果是这样 也是对他有利 只是陈世亮 和刘子顺两个人 追问起来 怎么办 会不会 说他主动投降了 想了一个下午 马上就要下班了 孟庆远 和张养浩两人 突然闯进来找他 一见到他 便质问起 是不是有人 投诉他的问题 无奇症 看到这两个人 亲自过来找自己 也是有些头大 毕竟不真实的问题 肯定让人心 有些虚 因此 也就没在意 两人直接闯了进来 而是把 那两分投诉信 拿了出来 让他们看了一遍 看完之后 张养浩 马上说道 这封信 怎么是匿名的 如果他们有什么意见 直接跟我反应就是了 我们会立刻改正 为什么要寄给县委呢 吴县长 你根据这一封 莫须有的信件 来调查我们 是不是 有失公平 听到张养浩的质问 吴其正 急忙解释道 县里 没有调查你们吗 我只是说 要根据这封信 去你们那里 问一问 有没有这种情况 有 你们当然要改进 如果没有 不就更好吗 完全没有 调查你们两人的意思 孟庆远听了之后 说道 我们两人 在园区里 任劳任怨 如果有人在外面 想着法子整我们 我们坚决不同意 我们要上告到 王书记和市委 两人就在那里表示不服 吴其正看到这两个人的样子 也是头疼 对于一些干部 领导也是没有办法 更何况 孟庆元和张养浩两人 还有着王俭 在支持着他们 如果他要是真动了他们 他们整天跑他办公室里 表示不服 就够他头疼的 看来 这干部调整 可不是那么容易搞的事情 如果各方面都摆不平 那才是一件麻烦的事 我都说了 没有调查你们两个 你们告什么告啊 给我老吴一点面子行不行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我和王书记也已经说过了 这样总行了吧 吴其正简直是有点 求着两人的味道了 听到吴其正 说和王俭都说过了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 总算是安静下来 说道 吴县长 我们两人一心为工作 现在 有人想故意整我们 如果再有人这样 我们就不干了 没有我们两个人 这两个园区 你看怎么运作吧 我想 有人就是在故意 给吴县长您出难题 趁着王书记不在 让您出难堪 您可一定要擦亮慧眼呀 两人正话反说 吴其正听了 脸一黑 说道 这个我知道了 你们回去吧 孟庆远和张养浩 看到他这个样子 就急忙转身走了 出了办公室的门 两个人就笑了起来 这个吴其正 没有什么水平 还想着整他们 难道他们又是那么好整的 不说是王俭支持他们 就是没有王俭支持 吴其正要整他们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在他们的心里 只服王俭 其他人 他们都不认 要是跟他们弄脑了 他一硕士园区的客商 到市委上访 吴其正就没办法了 吴其正他们 太小看他们两个人了 第二天 吴其正总算想好了 这件事应当如何做 那就是 现在还不是 调整孟庆远 和张养浩两人的时机 还是王俭说的对呀 这两个园区 是西庆县经济发展的亮点 如果没有了这两个亮点 西庆县在四盟市 一点话语权也没有 如果轻举妄动 这两个园区的班子 导致新班子上任后 不能很好地 与那些客商进行沟通 导致的后果 可能是有人要抽资啊 再者 不再继续投资 那对西庆县的经济 会是一个大的打击 所以说 现在还是要保持 这两个园区工作的稳定 吴奇政坐在办公室里 陈世亮和刘子顺两个人 走进来 请示这件事 到底怎么办 是不是要去这两个园区 进行所谓的调查 他们明知道 调查肯定不会有利于他们 所以说 是不能去调查的 最好 就借着这个理由 把两个人给免了 来到吴奇政的办公室以后 二人就把想法 向吴奇政说了 他们本来以为 吴奇政会考虑这个问题 却没有想到 吴奇政直接说道 此事到此为止 不要再提了 现在还不是时机 陈世亮 马上惊奇的说 吴县长 我们可是商量好这件事了呀 吴奇政没有告诉 王俭和他通话的事 而是说道 孟清远和张养浩 两个人过来找我 向我表示不服 还说 要是有人故意整他们 他们就去市委上访 你们看 如果他们这样搞的话 我们是不是很被动 毕竟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呀 陈世亮和刘子顺两人听了之后 心里也有些虚 他们担心市委来质问吴奇政 吴奇政呢 再把他们两人给出卖了 说是他们出的主意 那他们就成了替罪羊了 他们只不过是帮着吴奇政做事 既然吴奇政都当了锁头乌龟 他们何必再强出头呢 既然是这样 吴县长 您说怎么办 就怎么办吧 我看我们今后 就不要再想着与王俭对抗了 对抗来对抗去的 都没有什么结果 何必再自寻烦恼呢 陈世亮想了想 这样说道 感觉陈世亮的话里有话 吴奇政便说道 你们两个不要多想 我不是怕麻烦 而是这两个园区 工作非常重要 如果搞砸了 我们县的工作排名 就会受到很大影响 虽然我们想与王俭对抗 也要看准时机 而且我们也要 假借他人之手 来做一些事情 你们说是不是 刘子顺说道 那我们要假借谁的手呢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吧 吴奇政想了一下 说道 在四盟 也只有陆凯明 能对付得了王俭 我们现在 还是要依靠他 来对付王俭 他想让我们冲在前面 但我们 也要善于把问题 推给他 你们看 这样怎么样 陈诗亮听了 觉得不错 说道 吴县长 你这样说 真不错呀 可是 我们又左右不了他 怎么假借他的手啊 吴奇政 想了想 说道 那我们 就要投其所好了 只要投其所好 我们把了他的脉 我们提什么要求 他还能不听吗 陈诗亮听了 问道 可是 他有什么爱好呢 吴奇政听到这里 呵呵笑了起来 说道 这个问题嘛 你们就不用管了 我们 不是刚刚研究完 城市 绿化的问题吗 工程 还是要给江白路去做 你们有什么意见没有 两人一听 又要把工程给江白路 陈诗亮 就有些不高兴 看来 吴奇政 让这个女人给迷住了 要说 想做这个工程的人还不少 为什么还要给他呢 难道前期给的工程 还不够吗 陈诗亮想了一下 就说道 吴县长 上次的工程 就是私下里给他的 现在 如果再这样 不声不响的 给他了 别人会有意见的 这对您 也不好吧 吴奇政 表情一愣 随后明白了 陈诗亮的意思 马上说道 你们以为 我想给他 你们不要乱猜疑 我与他没有什么关系 他是从市里下来的 你们明白了吗 如果不给他 你们没事 我就有压力了 听明白没有 这次的工程 还是给他 而且呢 还要给的 痛痛快快 不能有任何勉强之处 吴奇政 这样说了之后 陈诗亮和刘子顺两人 就是江信江仪的样子 不知道他说的真假 要说那个江白露 长得也太让人 垂涎欲滴了 且不说是吴奇政 就是他们 也想着他呢 但现在 吴奇政 说他是从市里下来的 那意思 肯定是江白露 与市里的领导 有一定的关系 那这个领导 会是谁呢 难道是 和吴旭东 他们有关系 要不然 吴奇政 也不会这么听话呀 胡思乱想一下 陈诗亮就说道 这个 我们没有意见 反正 这也是官应兴的事 只要他同意 就行了 工程绿化 当然是县政府的事 而官应兴 是常务副县长 具体呢 由他来做 而吴奇政 之所以对陈诗亮 和刘子顺两人 说这事 是怕他们有意见 搞得他们之间 有猜疑了 听到陈诗亮这样说 吴奇政就说道 你们既然 没有别的意见了 这件事 我就安排老官来做 你们配合 你们呀 就等着 我这事情 部署好 看怎么 让陆凯明 直接与王俭 对抗吧 看到吴奇政 躊躇满志的样子 陈诗亮和刘子顺 两个 是满肚子狐疑 吴奇政 每次都是自信满满 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 他们实在没法再轻易相信 吴奇政的话了 不过不相信也没有用 他们也没有什么好的法子呀 吴县长 那我们告辞了 有什么事情再招呼我们 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两人准备告辞离去 吴奇政就向他们挥了挥手 说道 有什么事情 我再通知你们 这件事啊 到此为止 第七百七十五章 介绍认识 江白露坐在四盟市的一家高档咖啡馆里 吴奇政将他约出来吃饭 虽然他不大想出来 但是吴奇政又给了他一个项目 在他的极力邀请下 只好来到这家咖啡馆里 名义是吴奇政请客 但是最后买单的肯定是他了 吴奇政没要他什么好处 如果自己再不知趣的请人家的客 作为一名商人 那就是实在过分了 吴奇政的心里非常高兴 终于可以很自由的将江白露约出来了 今天晚上他早已和陆凯明约好 两人装作偶遇 然后介绍江白露给他认识 这就算是完成了陆凯明交付的任务 然后算是立了一功 再要求他做一些事情 不就可以了吗 江白露却没有察觉到吴奇政的阴谋 因此他还特意先来到咖啡馆里 等待吴奇政的到来 算是对他的一个尊敬 而此时 吴奇政正和陆凯明一起坐车同行 快到咖啡馆的时候 他先下了车 接着就走进了咖啡馆 江小姐 不好意思 让你久等了 吴奇政进了包间 看到江白露早已来到 急忙微笑着表示道歉 江白露淡淡的一笑 说道 没关系 吴县长 你坐吧 吴奇政就笑着 坐到了江白露的对面 看到江白露今天打扮得非常入食 那绝美的身材凸显出来 真是让他有些垂涎欲滴 但是这可是陆凯明盘中的菜 他只能望眉止渴了 薄薄眼福也就足够了 江小姐 你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 吴奇政不由地称赞了一下江白露 江白露玩耳一笑 说道 吴县长 我们又不是头一次见面 多说这些干什么 今天算是我请客 向您表达一下谢意 希望我们今后的合作愉快 吴奇政笑了一下 说道 那是自然 只要江小姐愿意在西庭承包工程 我保证江小姐一定能如愿以偿 就怕江小姐不愿意到我们西庭啊 江白露笑道 吴县长如此热情 又不图什么回报 实在是让我过意不去 我这里有一张卡 你拿去吧 说完 江白露直接从包里拿出一张卡 往桌子上一放 推给吴奇政 说道 吴县长 一点小意思 吴奇政一看 就知道 这卡里一定有着不少的钱 但他现在 不是想江白露钱的时候 再说 这种事情 明显就是受贿 要是让别人知道了 那就是抓了他的把柄 说来 他也不缺钱 如果因此而犯了错误 那就不值当的了 江小姐 你误会我了 我没有图什么回报的意思 这张卡 你拿回去 我不能收 吴奇政看了一眼卡 然后 又把卡 推给了江白露 江白露看到 吴奇政不要 又把卡 推到他面前 说道 吴县长 你就不要客气了 拿着吧 吴奇政见他这样 立刻说道 江小姐 你不能让我犯错误呀 如果我想要 你什么好处的话 我早就和你说了 江白露 还想再把卡 给他 这个时候 吴奇政的手机响了 他拿出手机 一看 是陆凯明打来的 看来 是等不及了 便急忙对江白露 说声对不起 就走出了包间 到外面 接电话去了 到了外面之后 吴奇政 急忙去找陆凯明 只见陆凯明 从旁边一个角落里 走了出来 直接对他说道 什么情况 现在 能不能进去 吴奇政想了一下 说道 陆书记 我们等一下 过一会儿 我们一块走过去 我来说 你看怎么样 陆凯明看了他一眼 很傲慢地说道 这件事 就由你来安排了 吴奇政便答应着 过了一会儿 两人就一起走到 包间的门口 他装作刚刚碰到 陆凯明的样子 大声地说道 陆书记 你怎么在这里 吃了没有 没吃 我们一起吃 陆凯明立刻说道 我正好没吃呢 怎么 你也来这里了 吴奇政说 我和一个朋友 在这里吃饭 要不一块吧 两人就在那里表演着 江白露此时 正坐在包间里 就听到了外面的声音 因为吴奇政 不要卡的事 他正在想着 这事该怎么办 是不是要坚持塞给他 现在听到外面有人 要是别人进来看到 就不好了 所以他马上把卡收了起来 他刚收完卡 吴奇政就带着陆凯明 走进了包间 江白露看到陆凯明后 心里一愣 然后就有些呆坐在那里 而陆凯明一看他 那表情也是一愣 他真没有想到 四盟这个地方 居然还有这么漂亮的美女 吴奇政说的没错 简直是绝美天仙 江小姐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市的陆书记 刚才我出去 正好碰到他 就把他拉过来一起吃饭 江小姐 你不会在意吧 吴奇政先向江白露 介绍了一下 虽然感觉 对眼前这个人非常讨厌 尤其是那一双色眯眯的眼睛 更是让他十分厌恶 但他没有想到 这是吴奇政设的圈套 既然是市里的副书记 而且又是吴奇政带过来的 他也不能表示不欢迎 于是就站起来说道 那请坐吧 陆凯明听到他十分甜美的话 立刻走过去 就坐到了江白露的身旁 闻着他身上飘来的古龙香水 江白露的眉头就是一皱 这样的男人 就是彩花大盗啊 我叫陆凯明 幸会啊 江小姐 陆凯明坐下之后 笑着向江白露说道 江白露微微皱眉 面无表情的说 你好 陆书记 吴奇政在旁边笑道 江小姐 你有所不知 我们陆书记 是我们这里挂职的副书记 他是从中央下来的干部 以前呀 生活在京城 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支持我们的建设了 陆凯明呵呵一笑 吴县长 你这过奖了 我在京城的时候 真是待得久了 现在来到这里 反而觉得比较舒心 特别是这里的人 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印象 而且呀 这里有山 有水 环境 要比京城 要比京城好多了 而且 今天见到江小姐 这样绝美的人物 我也感到四蒙的人 才是最美的 陆凯明 花言巧语的 讲了很多 江白露 只是淡淡的听着 没有什么表示 吴奇政看到他这样 就帮着陆凯明说道 江小姐 陆书记在市里头 那绝对是一个一言九鼎的人物 如果以后需要什么工程 只要和他说一声 想要哪里的工程 那就能有哪里的工程 陆书记 你说是不是 陆凯明 呵呵一笑 我看 江小姐 并不是那种俗气之人 干嘛要说那些俗气之话呢 我陆某人 是抓大事的人 什么工程 什么收入的问题 我根本不会再去考虑这些事 不过吴县长刚才说的 也对 只要江小姐 想要什么工程 我真能把它拿下来 只怕江小姐 根本不会考虑这些事 是不是 陆凯明表现出一种 很高尚的样子 江白露的眉头 倒是有些舒展开来 难道 他的外表 并不是和他内心一样 是一个很有情操的人 陆书记说的没错 我做工程 并非只是为了赚钱 因为我喜欢美 所以呀 我就做绿化生意 而做绿化 也是合则留 不合则去 并不在乎 要赚多少钱 而陆书记 能这样看淡金钱 我个人 是非常佩服的了 江白露 想了一下 淡淡的说道 吴奇政听到之后 忙陪着笑 说道 陆书记和江小姐 讲得真不错 我就有些入俗了 不能和陆书记 和江小姐比了 要不 我再去要点吃的 你们在这儿 先聊着 吴奇政说完 就站了起来 要出去 给陆凯明创造机会 看到吴奇政要走 江白露 急忙站了起来 说道 吴县长 你坐下陪着陆书记 我去再要点吃的 然后把账给结了 今天认识陆书记 也是缘分 但我今天 还有一些别的事 你们在这里吃 好不好 听到江白露说 要走 吴奇政急忙说道 江小姐 我们才坐下不久 你怎么能走呢 我拿一点酒 大家喝一杯 陆凯明也在旁边说道 就是啊 江小姐 我们刚刚认识 喝一杯吧 看到两人在那儿 一唱一喝 顿时让江白露 起了疑心 他们是不是 串通好了的 故意这样做 心里一紧 他倒是不能立刻走了 免得两人 还有其他的安排 让他落入险境 所以 他就笑了一下 说道 那好 我再坐一会儿 不过 酒不能喝了 我不会喝酒 陆凯明却说道 少喝一点嘛 吴县长 吴县长 你去拿一点酒 看到这个样子 江白露也不好直接走人 毕竟事情是什么样子 他也不知道 所以只能先走一步 看一步了 吴奇政走了以后 陆凯明就笑着对江白露说道 江小姐 你在这里坐得愉快不愉快 要是不愉快 可以去京城坐 我帮你认识一些大的人物 拿工程 那都是小意思 你现在 顶多也就是几百万的工程吧 到了京城 那出手就要上亿 一笔工程 就够一辈子花了 你有没有兴趣 陆凯明 就是引诱着江白露 虽然 对能认识这么个大人物 心里也是有些高兴 但一开始的观感 让他心里有了嘎嘎 他感觉 这个所谓的市委副书记 并不是一个好人 吴奇政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什么药 他有些看不明白 因此 陆凯明现在说了这些话 反而让他越发警觉了 觉得这个人 是不是一个骗子 想骗他的钱 第七百七十六章 绑架江白露 江白露这么一想 在面对陆凯明的时候 只是强笑了一下 并没有什么表示 陆凯明感觉 他可能是在认为自己说大话 便说道 江小姐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这样 我现在就打电话 给京城的哥们 让他们把一些项目 转让给你好不好 江白露 哪能让他打电话呀 再说了 交情又不深 自己不过 是刚刚和陆凯明认识 就介绍什么大工程 那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吧 所以 他急忙说道 陆书记 我相信 我相信 不过 我现在 有工程做 不需要 其他的工程 再说 我只是做 绿化方面的工程 其他的 我不做 听到江白露这样说 陆凯明就又说道 想做绿化工程 是吧 那好说 京城的绿化工程 大得很 我让他们 给你介绍一些 这个陆凯明 太过热心了 他这样做 反而让江白露 有些警觉 便连忙说道 陆书记 不好意思 我去趟洗手间 说完 江白露就起身 向外面 向外面走了出去 边走 还边向陆凯明 微笑着 笑得陆凯明 都有些坐不住了 如果这里 不是公共场所 他也许 早就动手动脚了 江白露 走出包间以后 就急着向门外走去 走到门外的时候 他站在那里 想了一想 现在到底是不是 直接离去 如果不离去 他感觉到今天 与吴奇正的会面 太过蹊跷 而如果离开了 倒是有一些 不礼貌的地方 心里想了一想 最后 心里还是一沉 直接走吧 免得夜长梦多 等事后 再向吴奇正解释 有急事 临时走了 就行了 吴奇正 出去了好长时间 才回来 他故意 是留给陆凯明时间的 所以 等到他回来以后 就只看见陆凯明 在那里坐着 便急忙问道 陆书记 人呢 陆凯明 冷笑了一下 说道 我看这个女人 精明得很呢 根本不上我的套 我们走吧 看到陆凯明 不高兴的样子 便说道 陆书记 江白路 去哪里了 陆凯明 说 我们走吧 他不会回来了 吴奇正 也是有些奇怪 心里说 难道是江白路 离开了 心里虽然狐疑 但是 也不好再问陆凯明了 所以 就跟着陆凯明 离开了 咖啡馆 出来以后 发现江白路的车 也不在了 便以为 他真的走了 陆凯明 就对他说道 你先回去吧 我们 不一起走了 吴奇正 感觉 还是没有成功 便说道 陆书记 我现在能做的 也只有这么多了 其他的 我也没有办法了 看了他一眼 陆凯明说道 这个我知道了 你也不用多解释 办这么一点事 居然用了 这么长时间 王俭现在 不在 你也没有什么动作 你这样下去 我支持你 也是没有用 如果你要是 搞不起来 我找别人去 吴奇正一听 陆凯明对他 不满意了 便忙说道 陆书记 我能力有限 请陆书记原谅 我以后啊 一定努力 陆凯明 漫不经心的说道 这不是努力的问题 能力不行 再努力也没有用 赵总天天 在我面前说好话 所以我才相信你 但你呢 这么一点事 都办得不够好 实在是让我失望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想办法 让王俭 回不到西庭的地方上 陆凯明 就这样 给吴奇正 下了一道命令 然后有人 把车开过来 他就上了车走了 留下吴奇正一人 呆呆地站在那里 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人家陆凯明面前 他什么也不是啊 陆凯明上了车以后 就对司机说道 去北方宾馆 吴奇正 在陆凯明走了以后 就坐进了自己的车 他还在想着 江白露的事 他没有想到 江白露 会和他招呼也不打 就走了 想到这里 他就打了一个电话 给江白露 可是一打 却是关机 吴奇正不禁按骂了一声 真是婊子无情啊 自己帮着他拿工程 什么好处 也没有向他要 现在 却是连自己的电话 都不接了 回去以后 就让他滚蛋 也不再替陆凯明 办事了 骂完之后 吴奇正就把油门一加 直接把车开走了 而此时 他没有想到的是 江白露 正被人绑在一辆车上 手脚都捆了起来 然后被人 喂了一瓶迷药 正躺在车上的 而他的车 也被绑他的人开走了 目的和方向 正是远处四盟 北郊的北方宾馆 江白露 在走出咖啡馆之后 决定离开这里 就走到自己的车子旁 准备上车离去 却没有想到 在他车的后面 有几双眼睛 正在盯着他 他刚拿出钥匙 打开车门的时候 他车后 有一辆车 突然从他旁边经过 然后迅速打开车门 就将他推进了车里 他的嘴巴被人捂住 连声音也没有发出来 就被人绑了 江白露 在绑进去的一瞬间 就被人 从嘴巴里 塞进了一粒药 然后感觉 一阵晕眩 就晕了过去 说来也巧 有人绑他的这一幕 咖啡馆里的人 丝毫没有察觉 但是却被一个人 看到了 而这个人 正是西亭县政法委书记 公安局长万勇 他此时 正自己一个人 开着车回家 毕竟 长期干刑警 练出来的一双锐眼 虽然天色已晚 但他还是突然感到 前面发生什么情况了 等到那辆车 快速的离去 他就急忙的追了上去 将白鹿的车 被别人开走 他也没有再在意 车子就一直向着前方开 万勇就在后面跟着 他知道 这辆车上可能绑了人 但是他自己一个人 恐怕拿不下这几个人 再说 如果贸然惊动绑匪 恐怕也会导致 十分严重的后果 所以 他一边悄悄的跟着 然后就打电话报警 他是公安系统的人 报警之后 就精确的指出了车牌号 然后告诉他们 如何进行拦截 公安局接到报警之后 也急忙行动了起来 绑架是大案 不能不让人重视 所以 立刻派出巡警 开始追踪这辆车 一开始 这辆车 也没有发觉 有人跟踪他们 但是车上的人 很警觉 不过就拐了几个路口 他们就察觉 被人跟踪了 所以 他立刻打了一个电话 他们 就开始改变路径 朝四盟市交开去了 万勇紧随其后 然后路段上 就开始有人 布置路障了 看到有开始拦车 车上的人 就知道 行踪暴露了 而且 有人报了警 要说这些人 也是非常厉害 虽然有路障 可是根本不能阻挡 他们冲过去 继续向城外逃窜 看到车上之人 十分亡命 路上的警察 便开着警车 也急追了起来 万勇 也是紧紧跟在 那辆车的后面 确定这辆车上 有重大情况 一定是有人被绑架了 车上之人 把车开得飞快 很快就冲出城区 来到四盟的郊区野外 野外是没有多少灯光的地方 所以车子并不能开得太快 因此 万勇很快 就追了上去 身后的警车 也是在那里叫着 奔跑着 万勇 眼看就要超过他们 而他们发现之后 立刻动用车身 向万勇的车辆撞去 要说 还是他们的车辆好 万勇的车子 被撞了一下 颠簸着 向前冲去 而就在他又打过方向盘 再去追他们的时候 他们又一次撞向万勇的车辆 这一下子 万勇的车就失控了 然后 车子就直接翻到路边的沟里 跟在后面的警车 看到有车翻了下去 急忙停车 检查情况 然后 后面追来的车子 就再追逃跑的车子 大约追了有十来分钟 他们才发现 前面的车辆 被停在路的旁边 警察马上 把车子包围 在确认没有危险之后 打开车门 到里面一看 江白鹿正昏睡在车子里 他们急忙 把江白鹿救了出来 然后 立即再向前追 里面的车匪逃走 要么是有人接应 要么 就是徒步跑了 而按照常理来讲 车子并没有坏 徒步跑的情况不大 因此 一定是有人来接应了 所以 警察就继续向前追 而且通知前面的收费站 要求拦截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车辆 当警察追到收费站时 所有的车辆都被搜查过了 但只有一辆车 拒不配合搜查 追上来的警察 警察就走上前 就走上前进行交涉 那辆车就把车门打开 警察呢 就要进行去搜查 只见 有一个戴墨镜的人 向他招了招手 警察就走了过去 那人就把一个证件 递给了他 警察接过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 军警特县 所有人见证放行 不得有误 这个警察 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一下子就被吓傻了 急忙尽了个礼 说道 对不起首长 请通行 收费站 终于把车辆放行了 等到后面 跟上来的警察过来 那人的脑子里 还在晃着那个东西 等一个领导模样的人 过来后 问明了情况 就说道 你怎么不查验一下 就放行了 要是假的呢 那个警察 这才醒悟过来 说道 当时也没有想到这些 一紧张就放行了 现在该怎么办 你看上面 发证机关是哪里 领导又问他 那人就说道 好像是什么政治部 我也记不太清了 给人的感觉 那张证不大像假的 制作得很精良 而且坐在里面的人 也不像一般的劫匪 听到这种情况 那个领导想了想 说道 算了 人已经解救 我们就不要追了 免得再惹出什么麻烦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 1969 感谢您的收听 第777章 失忆 警察们就散去 江白路和跌入路边的万勇 一起被送到了医院进行抢救 经医生检查发现 迷倒江白路的药物 他们根本不认识 而有的医生经过研究分析 认为这可能是顶级实验室里才有的东西 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 他们也不清楚 因此 他们也无法对症下药 将江白路弄醒 所以 等了一天一夜之后 江白路才醒了过来 而他醒了之后 对之前发生的事情 根本不记得 而且 对他见到的第一个医生 十分有好感 脸上 总是带着笑容 搞得那个年轻的男医生 以为江白路 喜欢上了他 搞得他 脸色都有些飞红 过了老大一会儿 他才回忆起自己叫什么 家是哪里人 深层次的记忆 没有丧失 但是 之前发生的一些事 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就连和吴奇正一起喝咖啡 都想不起来了 更不用提他 怎么被弄上车的了 而万勇此时 正躺在重症监护室里 由于重度昏迷 警察们 也无法从他的口中 得到一些真相 因此 他们只能等待了 陆凯明 在出了咖啡馆 接了一个电话之后 就没有再去 北方宾馆 就直接回到 自己的住处了 等回到住处后 又接了一个电话 便有些气急败坏了 大骂电话里的人 办事不中用 搞砸了 还好 脱了身 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 过了有一个星期 万勇才被终于抢救好 终于能说话了 面对警察的时候 他本身也是一个警察 就把自己看到的一切 说了出来 而他说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大的用处 根本无法确定 那些人的身份 而警察看到的那个证件 也无法去核实 因此 这个案子 只能搁置了 王俭得知万勇 因为救人受了伤 立刻给万勇的家人 去了电话 向他们家表示慰问 然后 等万勇好了之后 就独自前来探望 由于江白露之前的记忆 想不起来 万勇也是不知道 他到底和谁结了仇 并且遭人绑架 而在咖啡馆里 他干了什么 别人也无从知晓 等警察想起来 去调监控的时候 已经发现 被人破坏了 整个一个死无对证 王俭听完万勇所说的一切 他也是震惊了 到底是什么人 会有如此高的身手 竟能在警察 不断阻击的情况下 而逃脱 并且 还能破坏 咖啡馆里的监控设备 更重要的是 那一个神秘的证件 又如何正好 出现在现场 而警察居然不敢拦截他们 他们到底是一些什么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件案子 会不会与他们有关 如果是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绑架江白露 一系列的疑问 让大家都很疑惑 警察将这个案子 报到了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的人 在过了一段时间后 下达指示 消除此案 不再调查 如此安排 更加让人疑惑了 但是上头 已经下达了指示 大家也不能 再对此 说些什么非议了 只有王俭心里 还存着这件事 想着 有朝一日 一定要弄明白 吴奇政 在离开陆凯明之后 并不知道 之后发生的一切 反而觉得陆凯明 对他有所不满 因此 他还是要去 找一下赵北方 把这件事情 说一说 赵北方听了 他的话后 沉思了一下 说道 这个不用担心 我和他 说一说就行了 而吴奇政却觉得 赵北方的话 并不是那么管用 要是管用 陆凯明 岂不早提拔他了 为什么 要让他继续 待在西亭县 刚才 为什么对他 表示不满呢 吴奇政 就把这些想法 告诉了赵北方 赵北方 冷冷地说了一句 他要是不听咱们的 我们就让他好看 我们不但会结好他 而且也会拿他的把柄 只要有他的把柄 我们怕什么 一听到赵北方 有着陆凯明的把柄 吴奇政急忙说道 二叔 你手上有陆凯明的把柄 赵北方没有告诉他 而是说道 这件事你不用管了 如果他不支持你 我就让他好看 他就是再厉害 只要我们把他的把柄 一公布 他就得完蛋 明白不明白 吴奇政一听 肯定是有关 陆凯明的重要把柄 而陆凯明 也没有别的毛病 恐怕是 陆凯明 和女人方面的毛病 而女人 能把陆凯明打趴下 那肯定是 什么燕赵门之类的东西 难道赵北方的手里 有着这些东西 吴奇政听完之后 又说道 二叔 刚才江白路走了 陆凯明 没有占上便宜 他就是因为这件事 对我不满的 赵北方 看了看吴奇政 说道 我们只是为他介绍 如果他没有本事 搞到手 不能怪我们 如果他要是 这样对我们 吹毛求疵 今后 我们还怎么为他做事 吴奇政深有同感 便说道 二叔 我不想在西厅干了 让他 把我调到其他县 当书记得了 干嘛要跟王俭 弄在一起 他也是惹不起的人 赵北方听了之后 说道 我跟陆凯明说了 但他没有什么表示 而且 王俭 与我们家 也是有矛盾的人 跟他干起来 也是正常 但现在看来 要想与王俭 顶起来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这个人 能力太强 你还真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是原来 吴奇政听了之后 肯定心里不服气 但现在听了 赵北方的话之后 却是一句话也不说了 过了半天 赵北方便说道 这样吧 过几天 我跟陆凯明说说 看看能不能把你 调出西厅县 到别的县 去当县委书记 上次有一个好机会 浪费了 这次 不一定 能有机会了 吴奇政忙说道 就是调到其他县 当县长也行 赵北方 不禁抬头看了他一眼 说道 你怎么这么没志气啊 难道 这几年县长 你白干了 吴奇政不语了 赵北方便说道 好了 我再考虑一下 这种想法 你也要和我哥说一下才行 我一个人 我一个人 也做不了主 两人伤一半天 吴奇政 就离开了赵北方的家 回家休息去了 等到了第二天下午 吴奇政才知道 江白露出事了 而且还出了大事 连万勇也受伤了 而时间 正是江白露 从咖啡馆走了之后的事情 那么江白露 在走出咖啡馆的时候 遭遇了什么呢 吴奇政想到 昨天晚上 陆凯明 很奇怪的态度 心里 就打着疑问 有着这些疑问 他的心里也是不安 而他更不安的是 担心警察会找到他 问一些情况 而这样的话 他和江白露 在一起的事 就会曝光了 而被曝光 不但对他的影响不好 而且 还会让他 那家里的那位 对此吃醋不已 虽然他是为陆凯明介绍的 但那样 更是让人看扁了 当这种 为他人做嫁衣的皮条客 实在是更让人瞧不起 想了想 他就打电话给陆凯明 想问问 他这事该怎么办 毕竟 警察可能 很快就找上门来 是自己主动前去 说明情况呢 还是等警察 找上来再说呢 他要与陆凯明的口供 保持一致 打通了陆凯明的电话之后 陆凯明的语气 就是很冷淡的样子 吴奇政 便问他这事 他就冷冷地说了一句 这件事 你不用管 江白露出事 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担心什么 真是没用 吴奇政 被白了一句 心里很不高兴 便说道 可是 如果警察找上门来 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 要说清楚情况 陆凯明就问道 警察为什么 会找上你呢 吴奇政不解地说 警察肯定要 调查之前发生了什么 这一调查 不就查到我们了吗 陆凯明就说道 那就等警察 调查到你再说 明白不明白 我们又没有做什么 你现在 这么惊慌干什么 要说吴奇政 也没有惊慌 不过陆凯明 陆凯明这样说了 他也不能说什么 便又问道 那如果警察找上来 我应当说什么 陆凯明一下子生气了 说道 怎么说 你自己心里有数 难道 还要说我和他在一起不成 吴奇政心想 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咖啡馆里 肯定有监控啊 到时候 自己要是说谎 人家有监控 这么一说 岂不是对抗调查 虽然心里这样想 但吴奇政 没有再说什么话 就答应了陆凯明的要求 反正自己现在 也只能按照他的要求来 否则 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和陆凯明通完电话 等过了几天 他便去医院 看望万勇 万勇 还躺在病床上 虽然两人不大和睦 但现在来看望自己 万勇当然不能不笑脸相迎了 吴奇政看到他之后 就安慰他 让他好好养伤 县里的工作会有人顶上 只要在这里安心养伤就行了 然后他又问了问 当晚发生的事情 万勇就把那天晚上的事情说了 吴奇政听了 也是感到心惊动魄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呢 这么嚣张 警察居然都没有抓住他们 听完万勇的回答 吴奇政又问了一下 当天晚上 万勇是怎么发现江白露被绑的 万勇就把看到的情况说了出来 吴奇政一听 又是心里一惊 当时他正在咖啡馆啊 警察肯定会调查他 当时为什么和江白露在一起 这下子真是有些麻烦了 心里想了一下 吴奇政也没有心情继续和万勇聊天了 便放下手中的慰问品 匆匆地离开了医院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大纲司令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 1969 感谢您的收听 扶摇直上 今天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想收听更多章节 更快更新的听友们 可以关注大纲有声工作室的微信公众号 国际庄的卢司令 文字呢 在本集的标题已经著名 进入公众号后 发送扶摇直上四个字 即可获得主播QQ群等全集快速收听方式 期待与您成为朋友 我的微信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 1969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 1969 更多我的声音 等你来听 第778集 炫空手 上一集我们讲到 江白露被解救后送到了医院 一系列的疑问 让王俭都很疑惑 他想着 有朝一日 一定要弄明白 吴奇正在得知江白露出事后 心里非常紧张 他来到医院 看望万勇 问了一下 当天晚上 万勇是怎么发现江白露被绑的 万勇就把看到的情况 说了出来 吴奇正一听 又是心里一惊 当时他可是正在咖啡馆啊 警察肯定会调查他 当时为什么和江白露在一起 这下子真是有些麻烦了 吴奇正离开医院后 他的心里有些忐忑不安 他没有想到绑架案就发生在他的身边 他把江白露叫过来 完全没有别的意思 到底是谁 在对江白露下手呢 虽然 他隐隐约约感到 这件事 可能与陆凯明有关系 但他又不敢想 因为 他觉得 陆凯明一个人 在这里 怎么可能 组织人去绑架江白露 如果是这样 也太疯狂了吧 想到这里 他心里开始感到后怕 如果真是陆凯明干的 他 是不是帮凶呢 江白露 把他指认出来 他怎么解释 这一切 他都要想好 否则 牵扯到这个案子 别说是提拔了 县长 也保不住 他还想联系一下 江白露 向他表示一下慰问 可是想了又想 没敢打电话过去 怕到时候 江白露质问他 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回答 本来还想不让江白露 来继续他的工程的 现在看来 也不能这样做了 否则 把江白露惹恼了 对他可不是什么好事 吴奇政 就这样担心着 但时间 一天一天过去 却没有人来找他 他也感到很奇怪 无论绑匪是谁 都应当来找他调查一下吧 现在怎么回事 他也不好去打听此事 只能把这件事 先放下 等待时间的流逝 把这件事 给淡忘了 江白露 从医院回到家里以后 虽然对之前发生的事 是懵懵懂懂 但是听大家说起来 他就感觉 很是害怕 他现在 就是不知道 自己怎么会到 咖啡馆里的 说来 无奇政找他 他也没跟他妈妈 捉彩泥说 所以 回到家里以后 他妈妈 也没法提供线索 搞得他 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难道是他自己一个人 到咖啡馆里喝咖啡 然后 就让绑匪们盯上了 那盯上他的目的呢 是为财 还是为其他的事情 为此 他直接去公安局 找了几次 但公安局现在 都避耳不谈这件事 就说 嫌疑人找不到 没法调查这件事 感觉这件事 非常蹊跷 江白露甚至想到 咖啡馆里 自己去调查 但是想了想 最后还是没有去 他怕到了那个地方 自己会受不了 那个刺激 毕竟 他就是在那里 被人绑走的 这件事 就算过去了 毕竟 他一个人的力量 也是有限 今后只要 更加小心就行了 晚上 一般都不再出来 无论是谁再找他 而他的妈妈 当然也不会再让他 晚上出来了 王俭回到京城以后 虽然 也感觉这件事 有些蹊跷 但是 他没有精力 搞这些事情 他现在 主要的 还是调查 西河会的事情 乔民帮忙 给他联系 能加入西河会的人 但是乔民呢 他平时 没有用心 关注这些事 因此呀 他做起来这事 并不是很顺利 王俭 也迟迟没能 找到能加入 西河会的途径 看到现在这种情况 王俭 也有些着急 但急也急不来呀 所以 他现在 还是保持着 平时 认真学习的样子 不让别人 看出来 任何问题 张浸德那里 他也根本 不去打交道了 而张浸德 在和 纪永明 谈完话之后 还在打听 这王俭的情况 所以 他也没有 再敢主动 去为难王俭 在官场上 宁可让人一步 也不能 去得罪人 尤其是 对那些身份 不明的人 说不定 那就是一块地雷 让自己踩上了 然后 自己怎么死的 都不知道 宁丹 有段时间 不来找他了 王俭 倒是 有些想念 这个小姑娘了 虽然宁丹 太过热情 搞得他 有些手足无措 但真要 不在身边了 还有些 想要他在的感觉 几次想主动 拨打他的电话 但最后 还是没有拨出去 他怕 再与他纠缠在一起 不知道怎么 再找理由 让他不来找自己了 所以 王俭 还是在学校里 照常学习 但心里 却是不平静起来 再加上 四盟发生的 江白路绑架案 他的心 真的平静不下来 到了一天周末 王俭 正躺在床上休息 百无聊赖之时 拿起了手机 想到宁丹的样子 手就有些 不由自主的 找到宁丹的通讯录 手指 不停地点在上面 却是没有下决心 联系他 快到傍晚的时候 王俭 就不再想着 宁丹的事了 准备一个人 到外面转一转 乔明回家了 他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实在是有些无聊 所以啊 就想着 吃完晚上饭之后 一定要出去一趟 散散心 正当他 有着这些想法的时候 手机铃声 突然响了 他急忙拿起手机一看 是宁丹打来的 他的心情一激动 就急忙接了起来 宁小姐 王俭话还没有说完 那头就传出 宁丹的哭声了 王哥 你快来救我 王俭的头皮 感到一阵麻 问道 宁丹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那头又传来一阵哭声 王哥 我被人绑架了 你快来救我 还没等王俭说话 那头就传来一个 深沉的声音 说道 灵山别墅 如果你想要活人的话 就一个人过来 否则 你等着收尸吧 王俭急问 你是哪里的朋友 为什么要绑架他 你少废话 你要是有种的话 就过来 不要报警 报警也没有用 你听清楚没有 那头的人 恶狠狠地说道 王俭想拖延时间 就说道 朋友 我和宁丹小姐 不过是一般关系 你们打给我电话 你们打给我电话 是什么意思 那头说道 如果你不来 明天将会看到一个尸体 被扔在山坡上 你看着办吧 说完 那头就挂断了电话 王俭听着手机的盲音 想了一下 又拨了过去 却发现 已经关机了 这可怎么办 这事 要不要报警 王俭简单想了一下 便动起身 向外面走去 不管怎么样 宁丹是他的朋友 自己有责任 去解救他 只是不明白 绑匪为何 打电话给他 而不是打给 宁丹那有钱的老爸 难道 他们不是为了钱 这么一想 王俭突然感到 这事 是不是另有蹊跷 会不会 是针对他 感觉到 这种可能性之后 王俭的脚步 突然停了下来 他要不要 为这事去拼命 脑袋里 做了一阵紧张的思想斗争 王俭还是决定 一定要去看一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要能救出宁丹 就算是 坠入了陷阱 也值了 王俭迅速 来到外面的道路上 打了一个车 就向灵山别墅区 奔去 灵山 在京城的边远 那里 也是一个小的景区 景区附近 有一些别墅 王俭对那里 并不熟悉 因此 他一边坐在车上 一边考虑 他们会把宁丹 关在哪里 司机不知道 王俭去那里干什么 一路上 还不断的找王俭聊天 搞得王俭不胜其烦 几次要求他闭嘴 看到王俭很凶的样子 司机最后 才不再说话了 到了灵山别墅的时候 天色已经晚了 整个夜幕已经降临 他走下车子 来到灵山附近的 别墅区之后 正不知道 该如何是好的时候 又有电话打来了 你来了没有 王俭接通之后 对方传来一阵 深深的声音 王俭马上说道 我现在来了 你们在哪里 我跟你们走 把宁丹小姐放了 有种 看来你对宁丹小姐 确实情有独钟啊 你先待在那里 不要动 听我们的命令 就能见到宁丹小姐 那头 争宁的笑了一下 命令到 听到绑匪的要求 王俭想了一下 也只能按照 他们的要求去做 他们让自己不动 大概是怕 自己带来了警察 所以要观察一阵 才能让他去见宁丹 王俭倒是理解他的想法 反正他也没有叫警察来 等一下也是没有问题的 王俭站立在地方 是灵山的山脚下 山上 丛林密布 别墅 建在山上 也是被丛林 所包围 而且现在 又是晚上 根本看不清 什么东西 所以 他只能 站在那里 暗中 观察着动静 怕他们 有什么其他的动作 呆了有两分多钟 王俭突然听到 丛林之中有响动 他迅速闪躲起来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只见一阵强光射过来 有五六个人 向他这边围过去 面对强光 王俭看不清 那些人的面目 只能大声问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绑架宁丹小姐 那伙人并不回答 而是步步紧逼 看来 想生擒王俭 王俭一看 是这种情况 就知道 凶多吉少 于是 就准备逃离 他们的包围圈 但是 面对五六个人 他想跑 并不容易 所以 刚要向一个方向跑 就有人围了上来 看来 不与他们发生正面冲突 是不行了 虽然 他并不想伤害任何人 但是现在 他不得不伤害了 闪开 王俭在那个人就要接近之际 大喊一声 突然伸出双手 向那人打去 速度之快 让那个人根本躲闪不及 啊了一声 就被打出几仗之远 旁边一个人看到后 马上叫了出来 炫空手 众人一听到这句话 也是大惊的样子 炫空手 这种道家功夫 也只有晚兵家族的人会 而这个人 怎么也会这种炫空手 此人到底是什么人 大家一起上 领头的那个大喊一声 其他人就迅速改变阵型 将王俭围了起来 看到这些人 又一次改变阵型 将他围起来 王俭也感到 这些人 并不是金家树家里的那些 所谓的保镖 所能做出来的 因为当初 他用炫空手 将他们迅速打倒的时候 那些人 并不知道 他所用的招式 而这些人 能认出来 显然 不是一般的高手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 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志刚 全拼 1969 感谢您的收听 第779集 司徒大师 上一集 我们讲到 在一个周末的傍晚 在中央党校宿舍 房检突然接到 宁丹被绑架的电话 他就按照绑匪的要求 来到灵山别墅区 在山脚下 他被迫与绑匪展开正面冲突 一个炫空手 将其中一个绑匪 打倒在地 旁边一人看到后 马上叫了出来 炫空手 王检感到 这些人 并不是金家树家里的 那些所谓保镖 因为当初 他用炫空手 将他们迅速打倒的时候 那些人并不知道 他所用的招式 而这些人 能认出来 显然不是一般的高手 面对四周 围过来的强敌 王检并没有在意 虽然这些人 能看出他的招式 但是与他相比 还是要相差许多 因此 他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施展手法 只听见一声爆炸的声音 围过来的人群 全部瞬间倒下 晕了过去 这是制服他们 但并不怎么 伤害他们的最好办法 看到这些人倒下 王检略做思考 便顺着他们下山的方向 向上面走去 看来 这些绑匪 还是小瞧了他 所以 才又和上次一样 才派来五六个人 不过 如果都是这种伸手 来的人再多 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如同官大一级 压死人一样 他的功夫 远在他们之上 所以啊 来多少人 也没有用 王检断定 宁丹 就应当在附近 所以 顺着那些人 下来的方向 迅速向山上跑去 他刚跑了有几步 就发现 山上不是那么简单 肯定还有高手 在这里埋伏 想了一下 他小心翼翼的向前走去 免得再撞见他们 虽然这些人真不够看 但是对付起来 还是有些麻烦 没走了几步 王检突然发现 他的左右两边 又围上了好多人 看来这里是戒备森严 也许并不是为了关押绑架宁丹的 那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眼看快到前面的别墅了 王检不禁 大声的向四周喊道 有一个领头的 看到他后 回答道 我们倒想问你呢 你是什么人 竟然能闯到此处 你不怕丧命吗 听到这样的回答 看来对方 对自己的底细 也是不大知道 所以就呵呵一笑 说道 是你们约我来的 令丹小姐在哪里 请你们马上放了他 我留下来好了 那我倒要看看 你的本事够不够 这次并不是所有人 都上来要与王检打 而是这个说话的领头人 率先冲了上来 要试一试王检的身手 王检看到对方来势汹汹 显然是要比刚才那几个 身手要好 所以也不敢大意 便小心翼翼地拉开架势 与那人迎战起来 那个人虽然看上去并没有旁边的人强壮 可是他一冲过来 王检就能感觉到他身上的杀气 而且招式十分伶俐 显然 此人也算是练过道家内气功夫的人 面对这种抢手 他也是提心用力 先用内气将自己保护起来 以手为攻 看对方能怎么办 王检面对冲上来的敌人 他先是步步后退 以察觉对方的虚实 而对方呢 看到王检在后退 便以为王检不是他的对手 便冷笑一声 就要一招置王检于死地 而正是他这一招 让王检看出了破绽 还是施展他的炫空手 从对手两掌之间的缝隙 迅速直插对方胸口 不过 就是他在用力的时候 突然停住说道 你不是我的对手 带我去见宁丹 否则 你必死无疑 对手一时就愣住了 他没有想到 王检会如此之快 而且手法太过巧妙 如果王检这一炫空手 直插他的胸膛 他是必死无疑 如果他想要命的话 最好不要再搞什么小动作 老老老实实 带王检去见宁丹 其他人看到 领头的人被控制住 便想上来围攻 王检就大喝一声 想活命的 给我住手 领头的这个人 怕王检先让他不能活命 也是说道 大家不要动 听我的吩咐 其他人就停下手来 反正他们也是虚张声势 领头的都给拿住了 他们还有什么好反抗的 不过是怕将来 不好向老大解释 说他们没有胆量出手 我答应 带你去见宁丹 那领头的人 浑身好像有些发抖的说道 王检说道 你在前面带路 其他人散开 不要搞小花样 我在五米之内 照样置你于死地 这话 也不过是吓唬对方的话 他还真不敢确定 在五米之内 能拿住这人 但对方 被王检的实力吓傻了 所以 连忙答应着 而且 为了表明 他没有什么其他小动作 还故意走在 王检五米范围之内 表示 不会逃跑 王检也不敢大意 一边走 一边观察着 周围的环境 他发现 这里虽然是灵山别墅区 但是周围 并没有多少别墅 也没见有人出来 面前只有一座 大的别墅 看上去阴森森的 他感觉 这里可能是 这伙人 落脚的地方 而不是专门 用来关押 宁丹的地方 而能在这里 拥有别墅的人 那也一定是非常 有钱有势的了 领头之人 快走到别墅门口的时候 突然加快了脚步 王检见状 也急跟了上去 显然 他以为 那个人要逃跑 不过 那人却向别墅里 大声喊道 司徒大师 人带来了 说完 那人一转头 说道 请吧 我们老大 要见你 其实王检 此次前来 他们本想抓住王检 然后带到这里的 现在却是 没有料到 硬是让人家王检 直接冲了进来 那情形 完全就是不一样了 那人说完之后 别墅的门 就被打开了 里面的人 还以为王检 是被捆来的 便问道 人没有什么情况吧 人当然没有什么情况 王检直接跨步 跳过别墅的大门 然后走了进去 说道 别墅里的人 神情就是一睁 然后就看到 王检 昂首走了进来 看到这个样子 领头的那个人 面色有些愧异 但他很快 就跑了进去 向里面的人报告 王检 先是四处打探环境 然后就庞若无人的 向里面走去 快走到正屋 堂门的时候 只听见里面 有人叫道 王检 快来救我 一听到是宁丹的声音 王检 迅速冲了进去 到了里面一看 有几个人 正抓住宁丹的胳膊 然后有一个人 坐在一张虎皮的椅子上 年龄 大约有四十岁左右 气定神贤 一身中式黑衣打扮 一双灵力的双眼 在打量着 冲进来的王检 你叫王检 王检站定之后 那坐在椅子的人 就开口问道 不错 我就是王检 请你们 把宁丹放了 我留下来好了 王检 毫不畏惧地说道 那人就是 哈哈大笑 宁丹是我的老友 我怎么会绑架他呢 他要走 就走好了 他这话一说完 抓着宁丹的那几个人 就把手松开了 宁丹 便连忙跑到王检身前 然后 对那个人说道 谁跟你是老友 我不认识你 那人听了宁丹的话 并没有在意 而是说道 现在 我把他放了 你留下来吧 他可以走了 宁丹立刻说道 我们要走 我们要走 也要一起走 你们无权留住他 那人呵呵一笑 我这里 可不是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的 王检也是笑了 我把名号 我把名号报了上来 不知道老兄 又是何人 难道 不敢报出名字来吗 那人听了 呵呵一笑 站了起来 说道 我的名字 你不必知道 如果宁丹再不走的话 恐怕他也就走不了了 听到他这样说 王检回头 对宁丹说道 宁丹 你先回去吧 我在这里没事 等我出去 就打电话给你 看到王检这样说了 宁丹便又说道 我们要一起走 他们可是坏人 王检微微一笑 说道 你不走 我们都走不成 与其这样 还不如你先走 你放心 我没事的 看到王检面带微笑的样子 宁丹也是在犹豫着 王检伸手把他一推 宁丹后退了几步 想了一想 转身朝门外跑去 他想着 出去之后就报警 或许能帮助王检 否则 两人真是要被扣在这里 那就真麻烦了 看到宁丹走了 王检回过头来说道 宁丹现在走了 你有什么事 就说吧 那人坐在那里 看着王检说道 你的名字 我们知道了 但是 你的来头 我们却是不大清楚 我想知道的是 你到底是什么来头 你的身手 为什么这么好 你是从哪里来的 看到对方 问出这几句话 王检呵呵一笑 说道 你们想知道我的底细 但我们还想知道你们的底细呢 我想我们之间要平等 不能只说我的底细 而不告诉你们的底细吧 看到王检根本不惧怕他 那人就是一怒 说道 这么说 你也想与我较量一下 王检呵呵一笑 说道 我没有这样说 但我不反对这样做 来到你们这里 无非就是这些事 难道 我还有别的法子 从这里走出去吗 看到王检 无所畏惧的样子 那人 也不再气定神闲了 啪的一声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说道 我看你是找死 王检 也是冷冷的说道 大话不是吹的 有本事的 就动手吧 不过 那个人 并没有上前来 与王检对打 而他的身旁的几个人 一下子围了上来 王检看出 这几个人 与刚才那几个领头的 身手差不多 如果这几个人 全部围上来 他没有把握 全部制服 如果真是 把他们杀了 他作为一名官员 实在无法交代 因此 他现在 倒是不想着去知道 这坐在太师椅上的人 是什么人了 而是如何离开这里 反正宁丹已经走了 他再留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作用 至于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等日后再来查看 也可以 想到这里 王检 就在那几个人 冲过来的时候 突然虚晃一招 然后转身 就冲出了大门 来到别墅门口的空地上 准备 逃离这个地方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 是由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 1969 感谢您的收听 第七百八十集 报警也无用 上一集我们讲到 那伙人见王检来到 就放了宁丹 想让王检说出 自己的来头 而王检此时想的是 如何离开这里 反正宁丹已经走了 他再留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作用 至于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等日后再来 查看也可以 想到这里 王检 就在那几个人 冲过来时 突然虚晃一招 然后转身就冲出大门 来到别墅门口的空地上 准备逃离这个地方 众人一看 王检退出了别墅的屋门 迅速就跟了上来 而那个坐在椅子上的人 看到王检 一行换位 瞬间就退出房门 心里也是一惊 他没想到 王检还有这般本事 想来 也是自己太小瞧人家了 此人伸手 不在他之下呀 这么一想 他倒是没有什么动作 他担心 自己主动出手 要是落败的话 他苦心积累的威望 可能就在瞬间崩塌了 他只不过是 接受金家术的请托 来对付王检 而他也想见识一下 王检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 王检的身手 他也看到了 他可不想为此 而和王检正面冲突起来 搞得他不好看 所以 屋内的几个人 冲出去之后 他依然稳坐在太师椅上 这样 既能表现 他对下属的充分信任 然后 还可以表现 他的镇定自若 同时 还能因为 下属抓不到王检 而批评他们 这也是他的 聪明之处了 那些人追出来之后 王检冷笑一声 说道 我不想伤害你们 既然你们 把宁丹放了 我也不想针对你们 你们最好 不要再跟着我 否则 你们会尝到苦果 那些人听到王检的话 神情就是一愣 准备上前进宫 此时 别墅的大门 已经关闭 因此 王检 就纵身一跃 飞身 就借着墙边一棵树 就上了墙头 然后 迅速 就跳入丛林之中 转瞬之间 就消失了 追了一会儿 那些人没有追到 只好回来赴命 来到别墅的屋里后 就面朝那个坐在椅子上的人 说道 司徒大师 那人 跑了 这位所谓的司徒大师 此时是 紧闭双眼 听完汇报后 慢慢睁开眼睛 说道 你们这么多人 连一个毛头小伙子 都抓不住 真是让我失望啊 请大师恕罪 我们失职了 那些人低头说道 看来非常害怕 这位司徒大师 这位司徒大师 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这件事 也不怪你们 对手看来非常强 本来我以为 你们能对付得了 没想到 竟让他跑了 出乎了我的预计 不过 这也说明 金家树 并没有给我们提供 完整的信息 我们呢 也没有必要 为他卖命 看看有没有 受伤的兄弟 让他们好好养伤 那些人 听到司徒大师 最后 没有责怪他们 一个个 面露喜色 便答应一声 走出去了 而这正也是 这位司徒大师的招数 恩威病师 让手下人 服服贴贴 王俭离开别墅之后 就急忙给宁丹打电话 宁丹此时 也没有走远 他打过报警电话以后 就站在路边的一个角落里 等待王俭 他怕王俭有什么危险 所以此时 也是忐忑不安 在接到王俭电话之后 才放下心来 王俭迅速赶到 宁丹呆的地方 见到王俭后 宁丹立刻 扑进他的怀里 哭了起来 看到他这样 王俭也只好安慰他 让他不要担心 只要人没事 就好了 宁丹好受了一些后 问道 王俭 你怎么逃出来的 王俭笑了一下 说道 只要我想走 难道 他们能留得住我吗 我的伸手 你又不是没见过 他们打不过我 王俭是越来越 让他感到惊奇了 要说 他打倒那个 外国光头男 一对一还可以 打金家术的保镖 他可是没见过 不知道是真是假 而现在 他居然能从 戒备森严的别墅里 轻松的逃出来 他到底有着 什么样的神功 王俭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他们那么多人 你居然能逃走 是不是他们 故意让你走的 宁丹不禁 疑问道 王俭说 这个不要多说了 我们一起走吧 晚上 这里有些凉 别着凉了 宁丹却说道 我打电话报警了 我们得等警察来了之后 再走 听到宁丹真报警了 王俭想了想说道 那也好 等他们来了 把情况跟他们说一下 两人就等了一会儿 不一会儿 警察就来了 宁丹就走了过去 然后就向警察说 是他报的警 说他遭人绑架了 然后警察就很奇怪的说 既然你被绑架了 怎么现在又出来了 绑匪呢 宁丹说道 是他们放我出来的 他们就在山上的 那个别墅里 绑架案十分重大 所以警察们也不敢怠慢 就迅速上山搜查 等他们来到山上之后 却发现 有一道关卡挡住了他们 原来 在正常进入别墅的道路上 有站岗直勤的人 他们立刻阻止了警察的进入 警察就上前进行交涉 那直勤的人就将一份证件 交给他们看 然后说 这里是禁地 任何人都不得闯入 警察们一看 傻眼了 这里不是一片别墅群吗 为什么 这栋别墅 却是禁地 到底是什么禁地 是军事禁地 还是其他的禁地 虽然他们这样想 但却是没有直接去问 因为证件上告诉他们 这些执勤的人 是政治部的人 军警特县 均无查获他们的权利 因此 他们根本没法 进入别墅区内进行搜查 无奈 警察就回来对宁丹说道 山上别墅里 是一处国家禁地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们没法进去进行调查 你现在也没事了 这件事啊 就算了吧 宁丹马上说道 怎么可能 他们明明就在别墅里 警察们就不再理他了 王俭就上前问道 警察同志 你是说这里是国家禁地 那名警察说道 不错 是一处禁地 人家出示了证件 我们没有权利调查人家 感觉到很蹊跷 王俭就说道 他们确确实实实 实施了绑架 难道就不能逮捕他们了吗 那名警察看了王俭一眼 不耐烦的说道 都跟你们说了 这里是禁地 懂不懂 别说是逮捕谁 就是进去都进不去 我们呀 不过是个小警察 怎么敢逮捕他们 听到是这个样子 王俭只好对宁丹说道 要不我们就走吧 看样子 他们也没有办法 你现在也没事 等事后 我们再想法查一查这事 宁丹心里 还是有些不情愿 便上前说道 我爸是宁氏宁 你们必须要把他们抓住 听到宁氏宁的名字 那些警察也是一愣 但很快就说道 你说你爸是李刚 也没有用 我们做不到 这不是开玩笑的 宁丹一听到是这样 气得差点没哭起来 绑架立刻把他拉到一旁 不让他继续说话了 看着王俭 宁丹非常不高兴地说道 他们 居然连我爸的面子都不给 王俭笑道 他们呀 不一定能知道你爸爸的名字 怎么说 他们不给你面子了 再说了 你爸是银行的行长 又不是公安部的部长 他们怕什么 我们回去吧 听到王俭的话 宁丹才不情愿地离开了这里 而那些警察 则已经撤退了 在他们走了之后 宁丹看着王俭 这才说道 王俭 今天啊 真是谢谢你了 要是没有你 我真不知道 还能不能活着出来 今天的事情 宁丹虽然要感谢王俭 但王俭 却是感觉到 今天的事 很可能是因他而起 因为 那些人 根本没有伤害宁丹的意思 如果目标是宁丹 那他们 一定会打电话给宁侍宁 向他谈条件 而不是打给他 让他过来 而他在来到之后 便把宁丹放了 这也说明 他们的目标 不是他 如果不是他宁丹的话 那么目标 肯定是自己了 只是自己 没有让他们制服 所以 自己才跑了出来 宁丹 你说说 是怎么回事吧 王俭 想了一下 没有回答宁丹的话 而是问道 宁丹便说道 我今天下午 开车从家里出去 不知道后面被人跟踪了 等我开车 到了我经常去的一个 无人的大路上时 有人突然把车 横停在我的面前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就又有一辆车 开到我的车的侧面 然后有人下车 迅速把我的车门打开 就把我控制住了 我从来没有经过这种事 直接被吓傻了 然后 他们就把我带进他们的车里 然后 我的车 好像被他们开走了 哦 对了 我们现在 要向他们要车去 宁丹突然想到这事 王俭在听了他说完之后 说道 他们的目标不在你 那么你的车 他们更不会要 所以啊 你的车 肯定还是停在 案发现场的附近 你不是有汽车定位系统吗 你查一下就知道了 这一下 倒提醒了宁丹 宁丹 就把身上的汽车定位器 拿了出来 看了看 就发现 车 果真还停在 当时案发的位置 两个人 就一起打车前往 把车开了回去 而王俭在听了宁丹的讲述之后 就在想着 他们为什么要绑架宁丹 以及他们为什么要针对自己 难道是金家树 于宁丹和自己都有瓜葛的 就是金家树了 除了他 谁还会针对自己 一路上想着 王俭和宁丹 就来到了 案发现场的位置 他们在附近找了半天 终于在一处停车场里 找到了宁丹的 法拉利跑车 看到自己的车后 宁丹迅速上了车 然后 王俭也坐了进去 有了车就方便多了 宁丹似乎 也从刚才受惊吓的状态 缓了过来 他主动坐到驾驶的位置上 要开车带着王俭 而王俭 在坐进去之后 想了想却是说道 宁丹 你休息一下 我来开车带你 听到王俭的话 宁丹也想了想 高兴的说道 那好 王哥 你来开 听众朋友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大纲司令 播讲的长篇小说 扶摇直上 全集粉丝团微信 小写字母 李治刚全拼 1969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